现在大家和平没事啊 我们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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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一旦出问题的时候 是吧 有些矛盾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时候 那么情况 那就会威胁到这个民主的深层 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 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商业大国 向英国发出的挑战 是多么的命运不佳呀 你看德国 他作为一个商业大国 他已经把他的经济搞得那么好了 是吧 德国和法国两国的工业总产值 加起来都没有德国 英国和法国两国加起来都没有德国那么多 德国赢了吗 没有赢 没有赢 是不是 他讲到这么 而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最后都不能够指望 他的出口能够与美国工业的出口相竞争 因为美国的工业力量来源于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 因此这种选择也被他抛到了一遍 不过有一种选择 这就是欧盟的选择 是被希特勒抛开的 我们说 即使希特勒前面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在下面这个选择的时候 就有问题了 在希特勒看来 欧盟的选择根本就不是一种选择 因为这是与他的种族主义的教义水火不相拥的 希特勒并不缺乏超级大国时代即将来临的时代感 应该承认 希特勒是第一个提出超级大国概念的人 希特勒这个人真是有几分聪明 你不要看他书读的不多 这个人 有人这样评价他 希特勒对他生前的世界的局势的预测是错误的 但是他对他身后世界的局势的预测 觉得是惊人的准确 他是一个对他身后世界局势最妙的预言家 这是西方人评价这个希特勒 希特勒甚至是世界上头一个提出超级大国概念的人 他知道过去是列强 以后是超级大国的时代 你看他的整个在他的秘密之书当中在煽动群众的讲台上 都像他的读者和听众这样讲到 你们听 我已经听到了美国巨人和俄国巨人在欧洲外围回荡着的沉重的脚步声 有两个巨人 一个是美国的 一个是俄国的 在欧洲的外围沉重的回荡着他们沉重的脚步声 很生动 美国两国也是最有可能成为超级大国的 并且他们将在欧洲河沦 他们将在欧洲河沦就是在我们德国这里河沦 这是1920年的时候希特勒讲的话 因为美国两国 他们都有着连在一起的大片的领土和资源 还有他们巨大的经济潜力 希特勒反对那种西欧式的殖民主义 跑到海外去占地方 英国太阳国 太阳国有啥用 这会人家一个个独立了 认为英国的霸权是建立在这种海外殖民地是希特勒不战成的 为什么呢 海外殖民地要建立需要强大的海军 你必须是垄断性的 所有海上的航线全部被你控制 这殖民地和宗祖国之间 这个联系才是牢靠的 但是这是一个海上霸王不但产生的时代 你看不断的挑战者出来 美国是一个 日本是一个 大英帝国肯定是要完蛋的 这一点他看到了 为什么美国和德国厉害呢 美国和俄国厉害 就他们当天搞殖民地的时候 他们是严定的一个点 然后不断的向外边扩展 他们就是在大陆上扩展 北美十三中 你看轰轰轰 要搞到太平洋 俄罗斯轰轰轰一家户轰 彼得哥勒一家户搞到了海生外 这片全是他的 他这样的一种殖民地 他这种殖民地的维持 他不需要依靠强大的海军 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可怕的地方 所以希特勒这一点 他也是看到 他继续写道 那些相信欧洲与美国之间的竞争 将只会是和平经济属性的看法 显然是浅薄的 当美国内部的殖民化完成以后 他将跨境欧亚大陆 所有欧洲国家 在即将来临的 与美国的野蛮经济竞争当中 都将与德国共命运 现在美国人还没来呢 美国人又退回去了 一战的时候 他差一点就踏进来了 现在他退回去了 将来他还在内部发展 发展发展 最后满了就会溢出来的 他看到这个局势 美国这一局是肯定了 是吧 未来是有两个超级大国的 但是希特勒仍然否定了欧洲联盟 来与美国竞争的方案 这也是和他的种族主义体系 得出的一个结论 希特勒是这样判定的 他认为 任何机械的欧洲联盟 都不能够指望 加在一起的力量 可以与美国的能量相抗衡 因为美国的力量 来源于长期的统一 而欧洲的统一 将会由于他内部的争斗而耗尽全部的力量 即使这样的欧洲 一时取得了霸权 也将被胜利者自己所击垮 因为占统治地位的那个民族 将会消失在 将会很快的消失他的种族性 而且将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样的一个欧洲 将会是犹太人欢迎的欧洲 犹太人将会繁荣起来 这样的一个欧洲理想 这是古老的奥地利 那个具有外强中干结构的 最鲜明的力量 在更大规模的再现 曾经奥地利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热曼人作为统治的民族 下面管了捷克人 波兰人 罗马尼亚人 匈牙利人 兰斯拉夫的 还有意大利的什么 好像他们是一个完整的事情 你看热曼人 在里面是作威作福的 有啥哟 是个外强中干的例子 最后奥地利人就最差劲 一旦松了榜一火 哗那些全部都跑了 所以他看到了奥地利 奥地利 他所讲的这个时候的奥地利 已经是一个打败了一战的奥地利 那些国家都逃跑了 奥地利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它变成了一个欧洲最小的国家 所以他认为这个局势是很不妙的 是吧 因为啊 是吧 他就说到 因为混血啊 通常会降低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 像奥匈帝国那样 由热曼人领导的多民族国家 不仅注定是要崩溃的 而且也是该诅咒的 不要这样的国家 你说未来欧洲谁来统一呢 是吧 他当时想象的欧洲的统一 绝不是一个民主投票的欧洲的统一 而是以欧洲里面产生了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然后把大家全部攘阔在里面 这样的欧洲是没有用的 这样的欧洲就是一个奥地利的债榜 他是虚弱的 他的种族要被人家瓦解掉 他要被人家永血永掉 那么这样的欧洲是不行的 当然西德勒很难想象有一个民主的 二战以后了 大家通过公民投票 决定这个国家加不加入到一个政治组织当中 希特勒是无法设想这样的东西的 是吧 因此欧洲若是作为一个国家 必须保持民族性 民族性从本源上讲是原始的 因此民族性是不容扩展的 你不是我这个民族的人 我就不能要你 对于泛欧主义的第一位提倡者 匈牙利的那位 Coldenhofer 卡内基 希特勒这样恶毒这么骂 他是由所有的人杂交出来的 他怎么能够想象一个欧盟的观念呢 他会想象到所有的欧洲人是一家人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他家里这个家族肯定是给欧洲全部的血统都混在他家里 恶毒的骂了一句 他是由所有的人杂交出来的 因为他愚蠢的幻想着一个泛欧联盟 能有朝一日扮演与美国的统一相同的角色 这是不可能的 希特勒甚至还表示 他害怕德国取得在这种联合欧洲当中的统治地位 他说如果这样的欧洲取得胜利 德国人将堕入圈套 整个热曼民族将会逐渐的被他的猎取物所混杂 消化和吸收 并最终在一个种族陷阱当中消失 如果德国统一了这个欧洲 把各个民族都放在底下 他来做这个统治的 那只是一个奥地利 这种民族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就会和其他的民族通婚 七弄八弄 最后弄的就没有自己了 所以希特勒不赞成欧盟 那么我们通过希特勒否定欧盟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由此可见 希特勒的纳粹种族主义 是不会在他的欧洲超级大国的蓝图当中 给其他民族留下任何空间的 甚至连这些民族作为进攻者也不给 他不要这些民族 他要占领欧洲大陆 占领欧洲大陆以后 凡是他认为不是属于热曼民族的种族全部干掉 他的理想是这个理想 不是一个共同体 不是欧洲共同体 不是共同体 是热曼人统治的欧洲 这个热曼 这个欧洲只有热曼人 其他的民族老子都不要 全部干掉 那种认为种族主义的政策 后来致命的实力 严重的干扰了希特勒对战争指导的见解 显然没有集中要害 贯彻反现代主义的种族主义政策 恰恰是希特勒法西斯发动战争的真实动机与目标 这样希特勒的选择就无情的导致了第五个选择 我们刚刚说的欧盟 欧盟被否定 欧盟 考的根本就没有作为一种选择 是吧 这是出口机器 是吧 我们刚刚说的出口机器 这也是一种选择 外向型经济 简单的说法 希特勒认为也是不可取的 最后一步生断 生存空间 是吧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怎么办呢 人口有那么多 怎么办呢 那就是在人家的地吧 这不是最有理由吗 扩张领土 夺取生存空间 希特勒写道 热曼民族不是在世界遥远的地方 而是要在于德国比邻的地方开始 这就是吸收英国 海上霸权的那个教训 英国的殖民地是怎么完蛋的 那条路我们不要走 所以这也是希特勒后来没有去发展海军的原因 是吧 他的陆军是世界一流 海军比较弱 这是他弄着一条路 不是要散布全球 而是要在足够的空间里保持在一起发展 这就要靠征服比邻的民族 处置他们的领土来建立这种空间 热曼人 以及经过他适当消整过的热曼群体 这句话很悬 在希特勒看来 挪威人 瑞典人 这些人可以算到热曼民族的这个范围里边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那个古老的传说 热曼民族是从斯堪尼纳维亚半岛本身这样过来的 甚至那个斯堪尼纳维亚半岛的那个 那个那个种啊 比现在的热曼还存 还有 丹麦人 荷兰人的一部分 比利时 这原来都在热曼的这个范围里边 后来是1648年以后慢慢散出去的 这伙人他们还可以回来 但法国不行 法国不行 甚至希特勒认为英国人也是杨格鲁士 杨格鲁萨克顺原来是从汉堡走掉的 原来也是热曼人的一致 所以英语和德语的差别就在一个发生了进化 一个没有发生进化 希特勒这个种族的思想如此的强烈 以至于 以至于二战打完了以后 他甚至认为英国是可能答应他的这个 我们都是热曼的兄弟 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呢 他甚至会糊涂到这一步 这就是种族狂隐 已经鬼迷心窍了 是这样来考虑问题了 他完全是个种族主义者 别的他什么的思考 他就是种族主义者那一套 是吧 他说 热曼人以及其他经过适当的修整的热曼群体 将在消除了犹太人 斯拉夫人和其他列等种族以后的空间里 逐步实行殖民化 这就是他生存空间的这一套东西 所以 收服实地 什么占领莱因兰 腾并奥地利 肢解苏台德等等等等 建立大德意志统一帝国 都只是实现他更大霸权野心的一种手段 这种更大的野心意味着这个种族帝国向东向西 无止境的征服与跃夺 希特勒的蓝图就是这样的 蓝家打仗 这种生存空间的夺取自然意味着战争 希特勒看来 在希特勒看来 除非德国控制整个欧洲大陆 否则 就不能够稳定地解决德国问题 只有一场成功的与俄国的战争 才能为德国的经济的未来提供一个健全的基础 没有这种根本的空间领土做保证 任何成功都将是战施的 都将只会是在 就有的世界体系压碎德国以前的一段插曲 就是你必须要战胜俄罗斯 必须要把俄罗斯底下的那片土地拿到手 否则德国就不会成为超级大国 我们只有一种眼前的胜利是没有办法的 最后全部人家会反共打算的 你最后还是要还原 这就是希特勒为什么一定要 几月几号你要给我打到哪里 就是这样 一步都不能后退 就是这个原因 德国只有取得整个欧洲大陆 才能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相抗衡 而要最后取得整个世界的霸权 那是迟迟早早会以英国和美国发生战争的 因此战争与暴力是必须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世界未来是个超级大国的世界 美国的那一集是肯定的 那是无可怀疑的 那么欧洲大陆呢 谁是未来的超级大国呢 俄罗斯有希望 再就是我们德国有希望 德国的希望取决一场战场上的决一尺雄 如果我们能打败 打怪俄国的话 我们就是这一集我们就奠定了 如果这一集奠定的话 世界就会达到一种平衡 所以他对英国最后会拒绝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所得 他感到非常的惊讶 他在他的遗嘱里面讲的 这也就意味着大英帝国必然完蛋 大英帝国曾经长期以来 在欧洲大陆玩军事 挑动德国和法国之间在那斗 这是英国能够取得世界大 那么大块殖民地的一个原因 就是欧洲大陆内部战争的好 使得英国得到的机会 他说在这个今天这个现代的世界里面 现代军事手段的世界里面 大英帝国要玩军事 在欧洲大陆上已经不可能了 为什么一战的时候是一个证明 二战的以后 又将会这个坦克车的那个闪电战的速度 将会使得先 等到英国做出反义以前 法国已经完蛋了 所以大英帝国只能在大西洋两岸玩平衡了 如果他还想保持住他的海上世界帝国的话 他就必须要永远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所得 这样他还有可能在大西洋两岸玩平衡 他是个岛国 而他如果要是否定这一点的话 他不愿意承认德国的所得 而把引狼注视把美国人请进欧洲的话 那么他自己也就完了 这就是希特勒的遗嘱里面 最后他不理解英国的地方 大描绘了一番这样的图形 他讲得非常对 所以丘吉尔打赢这场战争 开那个亚尔塔会议的时候 他就已经完蛋了 丘吉尔已经不在台上了 为什么 他丢掉了 你打赢了战争 但是你丢掉了大英帝国 这是丘吉尔很大的一个失败 希特勒也看到了这一点 这一场夺取深层空间的暴力论 得到了反复的强调 1936年 在第二个四年计划的备忘录当中 他这样写道 我们人口过密 在自己的基础上不能供养我们自己 对于这个问题 最终的解决方案 只有在扩大深层空间的道路上 才可能得到 当然也仅仅只有采用唯一的方式 暴力 1937年他对党卫军接班人的讲话当中 说到 长远看来 以47万或者是57万平方公里 来供养我们的民族是不够的 这讲的是阿尔萨斯罗林 阿尔萨斯罗林今天是德国的 明天是那边的 这实际上也解决不了德国的问题 47万57万平方公里有什么意思 我们要更多 因为我们的人口在不断的生长 他讲的是这个 人们不能够永久性的满足于这个不能够得到的扩大的空间 因为这将导致我们民族的没落 希德勒厉害得很 罗斯福要他不要搞了 不要搞了 他经常跟罗斯福隔空喊话 罗斯福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讲道理根本讲不赢他 你们美国多少人 你们站在多大的地方 你们当年从北美十三州一步步跨过来的时候 全世界也站在喊美国人不能这样搞了 你们听了吗 没听 是吧 你们不是自由平等吗 我们就来平等一下 是吧 我们看这个世界合理不合理吗 我们每平方公里住了多少人 你每平方公里住了多少人 你能够把你的土地搞一半出来 让我达到和你一样的人口密度 我们就打手 你搞不搞 你不搞 那就是胡承 你没有道理 是吧 你们自己搞清悦 怎么说我们清悦 我正是因为没清悦 所以我们才搞到只有这么一点土地 是吧 罗斯福完全不是对手 完全不是对手 当然我们说这种理论也是可以批判的 这种所谓的空间狭隘以及暴力式的夺取空间的渴望 反映出希特勒的顽固的反现代主义思考模式 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 人口物质的确保 生命物质上的确保 正如经济上的成功一样 已经越来越少的是建立在区域的大小的基础上 而是越来越多的建立在民族的知识与能力素质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它取决于一定框架内的知识与能力的集中化 取决于由此而提供的种种前提条件 并通过不断扩展贸易关系来得以补充 那么对欧洲城市文明的发展史的了解 能够使人们认识到这一点 无论是当年的佛罗伦萨 威尼斯 或是尼德兰 还有英国 甚至还有德国的卢尔 都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 当然我们现在还知道 在一片并不比这个纳粹帝国的版图的一半大多少的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领土上 几乎与战前在德国生活的人一样多的德意志人口 今天确保了一种高得多的生活水平 而这种水平的获得并不是通过战争 而是通过贸易 所有这些事实足以搏去希特勒深层空间强盗理论的反动伪装 应该说这一点 至少在今天这个理论还是成立的 如果说欧盟垮了 如果说现在德国又潦倒了 那可能这个结论又要被改变 至少在目前来说这个理论还站得住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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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